其实从赖清德 他在他还没有就任之前 然后宴请民进党的立委 要他们反手为攻开始 就是民进党的路线就已经定掉了 我们看到他叫立委反手为攻 然后呢在这个就职演说的时候 说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他在内政的部分呢 采取的是斗的路线 在两岸的部分呢 也是采取斗争的这个路线 而且呢民进党呢 把这场国会改革的这个法案的通过呢 打成一场就说 你们这些人就是滥权 扩权 就是要让赖清德不好做事 然后就是要当这个习近平的 这个廖北亚 就是在台湾的在地协力者 然后结合这个中共的这个力量呢 其实就是在打击这个本土政权 然后呢都是些胡说八道 这沈柏阳我那天看到那个 新闻这个报导里面啊 他们是在花莲吧 他们在地方上面这样子去宣讲的时候呢 他说这个像这个国会藐视罪啊 比如说我今天要调查这个高端啊 就可以把打过高端的人呢叫来问话 你被问到说有没有副作用 你如果回答没有副作用的话 那是不是就会被判藐视国会 你这样就有事情了耶 台下的民众就觉得说 就是开始骂这个要求啊 就要求啊 就是很糟糕啊 就是可是他们这些话就这样到处讲 他根本不管你就是不管说 在这个国会调查权的行使 他其实要通过是一个很严谨的程序的 你不但要成立调查委员会 而且还要院会通过之后呢 你才能够成立这个调查委员会 假设呢有任何的被判 这个藐视国会的话 你也要经过这个立法院 这样通过他才可以送出去 而且最终你有没有罪 是要法院来判定啊 所以今天呢民进党呢 可以背弃他过去 认为国会应该有的这些的权利 然后现在呢把它打成就是烂权 扩权 而且呢他这一整套的 就是像在这一次呢 透过这个反这个国民党民众党 在立法院的这个多数的这个暴力 然后同时呢也把罢免加进去 他们现在呢就是113的这个选举 结束了之后呢 民进党呢并就没有服输嘛 他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赖清德 拿到了40%的选票 民进党怎么可能谦卑谦卑再谦卑呢 他不愿意面对在国会的 这种少数的这个事实 他现在呢就要透过这一连串的 这个做法呢去打击 这个国民党和民众党的这个正当性 当然首当其冲的是国民党啦 因为民众党都是不分区立委 没有办法罢免嘛 所以要把这个战线呢 就是延长到这个明年2月的时候呢 然后一举要去罢免这个国民党立委 他其实不用罢免太多席啦 他只要成功的能够罢免到三席或什么 他就能够去翻转 对一两席他就能够翻转 这个立法院的多数少数席 当然民进党的 民进党的这个委员呢 也会接受到罢免的对待 但是这样子的这种战火的 对立的这样子烧 这个对于赖清德来讲 这是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讲 是好的吗 对于谣承转的那种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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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可以在佛免的那种旅行